没声音呢? 开始了? 跳好了? 嗯? 他呢? 不是我呢? 他呢? 没事,你去吧 你再跳一下 是 就拿人蒙着 飞着呢? 飞着呢? 我这有声音啊 他听着我,我听着他,你去吧 这个老婆的命 怎么样? 哈哈 哈哈 你认为声音呢? 哎 你声音了? 你刚才有声音呢? 可以了,现在可以 对,声音要大一点 哈哈 声音要大一点 怎么样? 最近你这个发财了啊 搞这个虚拟货币啊 嗯? 对,对 我是做做这一行的 但是您知道 做虚拟货币 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自己拿钱投资 另外一个 我是做市场来做挣钱 哦 那个是两个 我是用用两种方法 就是一个自己挣钱 那就取决于自己的钱多钱少 对 但是 总是有限的嘛 对,我要是 对,有100万 就挣100万的百分比 有10万挣10万的 但是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个人资金 还没有到所谓财富自由 那一地步 所以 所以我都是以做团队为主 就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 就是 您知道很多数字货币 是需要共识的 或者很多项目是需要共识的 那个现在包括多伦多市场上 流传的一些项目 都是在找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后面有团队 对 对 我在国内 在国内有很大的团队 在加拿大 在本地也有一些 很做这一行的朋友 那说白了 我们说白了 这个团队 所谓的团队就是 所谓的用直销的理念 或者用国内的说 就是CX的概念 传销的概念 就是这个 我是一个CX头子 那好啊 按国内的角度 就是CX的头子 按加拿大的 按北美的角度 就是做直销 做直销 无论是产品 还是做数字货币 资产类的东西 很多需要共识 他都需要共识 我前两天 我刚刚知道一个信息 知道的有点晚了 但是 他那个信息 去年11月份起的一个 区块链的项目 然后你在里面去买农场 然后挖矿 嗯 他那个币子起价是一毛钱 多少钱 一毛美金啊 哦 今天涨价涨到七万两千美金 啊 一毛到两万七千 七万两千 七万两千 啊 这是在欧洲的一个项目 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进到中国 所以刚刚要起步东南亚 如果起步东南亚的话 那这个币子很可能涨到五十万美金 一倍 那现在是 那现在这个币有多少钱了呢 现在七万两千多啊 所以说他是从 七万两千多是一股 对吧 一个币子 对一个币啊 对 但是你投资投多少呢 你投一千美金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做团队 你得到底下别人挖矿的算力 然后你获取奖励 对 你获取奖励 稍等啊 哦 诗经华叶老师 诗经华叶老师你好 我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今天晚上约了 约了这个圆满 我单独跟他谈一下 你这样呢 可以 我现在在会议上 我稍后跟你联系吧 你需要我参加会议吗 不用不用 好好你跟他 好你先你先跟他聊 然后把他意见发给 好 好好好 完了之后 李彦华我一会去今天晚上 对你跟他沟通 他聊下 我 我协助你把你的这个架构写进去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唐总 没问题 国内的团队联系 对 我也喜欢团队啊 现在做市场很多都是靠团队才起来了 实话实说 对 现在过来的力量已经是不行了 嗯 我以前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啊 我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我组团队也挺厉害的啊 是我知道 是啊 我以前的时候很多社团 他说 我们是社团 我们有集体的力量 我说我社会 社会的力量 哈哈哈 是是是的是的 唐总您 唐老师您现在正在忙什么 我现在呢 是跟你讲的话 就是说我现在忙的这个 其实现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 就是说我 对我来讲一个很很大的市场 因为什么呢 现在股市呢掉了一塌糊涂 很多股票呢 现在变形这个 就基本上是没有了 没有了 就掉百分之九十九十几了 对吧 九十九的 嗯 我现在呢是去模画策 给他们这个 把 就是说相对于说 把这些企业啊 此此为生 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嗯 就是把这个 把这些上市公司啊 作为一个工具 就是 大家的工具 对吧 这个东西呢 第一呢 它是政府监管的 对吧 我呢 因为 你要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因呢 我呢 不能在上市公司里面当董事 也不能当主席 对吧 对 不能管人家的钱 所以呢 我现在就给人家 出谋 发策 对吧 去主意 啊 给大家 给这些 投资人呢 这个 一些知识 就是说 就是说 告诉他们 风险在哪里 回报在哪里 他们怎么样 活着 活着利益 活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啊 对 因为我呢 其实你要知道 我是做过外汇 做过股票 做过职权 做过持货 其实我也做过虚拟货币 对吧 嗯 因为我跟你讲啊 在2017年的时候 比特币呢 我 我最早减入比特币呢 是 是 比特币是1500块钱的时候 我当时呢 他最早出现的时候呢 我因为 就是没钱嘛 我就没有注意 对吧 他说 比特币当时发出来 是一块钱嘛 对 当上市的时候 是一块钱啊 一块钱的时候呢 我呢 因为 刚好是跟政权会在打官司 跟那个法庭在那里搞 我就 因为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 就不介入这个资本啊 对 所以我就没有去 pay attention 就是我没有去 留意这一方面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这个 这个损失啊 就是错过了这个巨大的机会 因为这个比特币呢 可能 一块钱涨到六万多啊 对吧 对啊 六万多倍啊 对啊 您的打完官司 这个倍数也正大 对啊 我呢 想吧 我开始没想到这个 突然有一个人呢 也是做直销的 他就找到我 对 嗯 原先认识啊 我们以前做过 跟他们一起呢 很多人呢 因为我的知名度高吧 很多人就找我去 跟他们做直销 是吧 做直销呢 以前呢 什么是这个 有一个上市公司叫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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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说过您讲啊 我也去 去了 听了 然后呢 那个呢 做什么 后来没怎么做成呢 因为我也 我是做一个普通的人在里面的吧 对 所以呢 也没做了什么东西 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人呢 又找到我 就是那个 一个头吧 一个团队的头啊 这个人很厉害 一个老黑 他就找到我呢 又做过什么 叫 这个 资金盘一样的 他说用比特币 支付的 虚拟货币 支付的 一个 这个 支付的 就是说 搞了个什么 巴西的 这个世界 这个 足球赛 啊 我知道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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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去做了 然后呢 我就去了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比特币是一千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 一 一个 然后呢 我说 我也不懂啊 他说我先给你一点 再给我一点 你稍微等一下啊 马上就过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嗯 你看 他呢 做D9 然后呢 他说用 比特币支付 对 我一听到这个东西吧 因为我对这个金融还是比较了解的 嗯 然后呢 他就 他说 因为我 我不知道 就像你讲的话 我不能搞证券嘛 对吧 嗯 他说可以搞虚拟货币嘛 这个是去中心化的 是 我就 往这个方向 对对 往这个方向 就是说可以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十块钱 放到我那个Email发 就发到我那个一个wallet去了 钱包 钱包以后呢 哎 我说这个可以啊 我就跟他就做了 我当时也没钱 嗯 我当时手上没钱 他说没钱没关系 你可以做 然后呢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他说买一个D9那个什么unit 他说 要不了多少钱 大概两千美元吧 我当时呢 没两千美元 我当时只有两千加币 哈哈哈哈 他说没关系 我借给你啊 哈哈 我说那行啊 我就给你来玩吧 这事情 哎 我也不怕 你讲我这个 我一看准啊 我就马上就行动了 然后我一弄了 哎 这一个礼拜给8% 我说这个太好了 哎哎哎那个 我呢 就 就开始做做到没有 大概一两个月吧 我说我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 是吧 我说我现在没钱 我赚点钱了 用吧 我说 他只要给我四个月就够了 半年就是 就行了 嗯 所以呢我赚的钱 我就投了两千块钱 大概 赚了八千多吧 嗯嗯 最后呢我拉出来六千 还剩下两千还在那里 那还不错 赚钱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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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赚了钱 赚完钱以后不走 然后呢 就全套到里面了 所以呢 我说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我来帮你 要管理风险 是吧 啊 就是说 你只要这个的话呢 我说 关键问题是呢 这个搞这个东西呢 要 要有安全性 流动性 对吧 对 那又不单独 你不能 绝不想到回报 啊 你不能只想回报 我说 我们做金融的呢 就是三条 第一条是安全 第二条呢 就是安全的 就是控制自己的风险 对吧 对 就是你的风险 在你能够承受的 玩得起的 对吧 掉了也不会 对吧 对 就是这样一个 风险控制的过程 第二呢 就是流动的 赚了钱呢 不能一股子摘进去 对吧 对 要能拿出来 先把本留住 就是把根留住 对 要利益奔跑 对 这个道理 对 对 然后呢 我就说 这样的话 他反映我 他的钱 如果没有了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因为这个是 预料之中的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呢 我就 后来我又做了 别的事情 因为没有碰到 就是没有 没有遇到这个 叫贵人的 就是没有碰到这个 有眼就是 就是有眼光的人 对吧 有胆量的人 就是说 他老是想到 我 这个负面的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 我的正面的 他没有想到 我的这个 能力 没有想到 我的这个 对他们的利益 对吧 因为我 其实我这个人呢 其实从投资啊 我一开始呢 就是回来 保护投资 而不是伤害 对吧 因为这个曲线 投资做金融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样保护你的投资 其实在这一点上来 我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吧 你像我们在金融海啸 2008年到09年 每个投资人 哪一个地方不亏啊 那是十股遍地啊 今天几百万上千万 这个全世界的投资 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一年呢 我们是没有损失的 我们只是 投资人把钱除走了 就是那一年啊 我是说那一年 就是说我用了多少钱 他除了多少钱 那个基本上是平衡的 但是呢 这个投资人的钱呢 是确实是给了投资人 投资人的钱给投资人 其实这是金融的属性的吧 不能说是 不能说是诈骗 诈骗呢 就是说用投资人的钱 给投资人 而从中活力 就是骗投资人 那叫诈骗 所以呢 你要知道吧 把投资人的钱 给投资人 第一保护投资者安全 第二呢 这个保持这个流动性 第三呢 就是怎么样 让投资人有回报 对吧 对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就是说 一位投资人 就是挤兑嘛 他挤兑以后 那就没本了 没本的时候 在2009年的年初 我就搞了一个叫 就是对公开 对公众 对媒体 对投资人的一个公开的演示 就是怎么样用一个礼拜赚100万 就是一个礼拜翻倍 这个概念 那其实呢 那天呢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有两个账号 每个账号都是100万块钱 两个账号都是每个账号100块钱 有一个是backup 但是因为backup 失败了 不行嘛 对吧 那有的账号呢 就是说 在三天呢 就是第一天呢 我就100万 就是赚了31万8千 就是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就是轰动的 然后呢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我那天投了发热了 反正是炒外汇是赚了20万的 嗯 是吧 然后呢 那个油啊 就拼命 如果那个油啊 就是最大的 他一下子掉了155 我觉得可以了 我就 就就就 其实呢 那个呢就是说 就是相当接刀一样的 就掉下来 对 应该 对 对 对 我就接一下 然后把我那个赚了20万 没有啊 再再掉了10多万 就是那天呢 就是说 我本来是做外汇的 对 突然因为 用油去了 我就 我就去抓 就抓油去了 抓油去了 然后呢 就 赚了20万没有了 还掉了十几万 那30万就是说 那就那个了 但是第三天呢 我就赚了 赚回来了30万 对吧 这都有视频的了 然后呢 我三天赚了49万 就是把这个 两天赚一天赔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49万 这个profit呢 就是取出来 是吧 我已经order了 我就是跟那个interactive broker 我就 给他就是withdraw the money 都已经做了 嗯嗯 做了以后呢 因为那天呢 那天呢 后来那个市场波动特别大 然后149万呢 因为当时取49万的话 我买的位置呢 因为我不是 我以为取走了 我就满创中的吧 然后呢 一下子就扩了 就把我那个 就是提款 就没提成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49万 就是我说我没有成功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样 我们先打仗了 就是全力以赴啊 就是就是猛大猛充等的吧 因为如果我有49万已经出来了 就是我就我就 我就不知道值 我就放心了嘛 所以我后面就是可以100万 可以赚100万 谁知道就是后面呢 第4天第5天呢 就就不是那么顺 是吧 就那个因为 因为我的数字大了嘛 从100万 涨到150万 就是149万 然后149万 你掉一点点多钱了 是吧 因为100万涨到200万 是100%啊 对吧 200万掉到100万 掉到100万是50%的吧 对 所以这是一个数据的问题 对 但是呢 那天呢就是说 把我的盈利是掉了 但是呢 没有亏本 对吧 就是我本来这个计划 是100万赚100万的 但是我另外一个账号呢 也是同时呢 其实呢 10天呢 我是赚了200万 嗯 就是那个账号 100万赚了200万 其实我还是实现了 这个 这个 100万赚100万 一个子赚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 我当时呢 因为投资人看到我的表演吧 就是 就是很混动的嘛 大家都很疲劳 就是呢 头脑也不清楚了 是吧 就讲什么东西都忘了 是吧 我本来有个backup 在那里 我都没有 没拿出来 昨天我们是在你那个微信里面 发了一个 这个才艺演示嘛 知道啊 嗯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其实呢 我大概是三个 200万 大概后来的100万呢 是赚了300万 就是 一两个礼拜 但是呢 同时呢 其实呢 我是用了100万的 五个礼拜赚了500万的这个 盈利 这个投资人呢 就给了我100万的这个 commission 这些东西都有发 我都有的 还有 就是交易记录的都有的 啊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讲了 你现在讲了 我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你要知道 在北美这个地方呢 就是金融市场 无论是虚拟货币交易 和国业是像那个 比较平台里面的交易啊 是吧 这个活跃交易啊 那个ETF交易啊 现在呢 ETF是市场上最流行的 其实呢 你说做市场 你说我做市场那么厉害 就是两个地方的吧 主要是第一个呢 就是交易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为什么融资那么多钱呢 就是因为我就是交易给投资人看 我说这是赚钱的啊 我我我我每次交易 我说你随时随地来 我就交易给你看 能赚钱的 这个是投资人投资的最主要的原因 啊 因为投资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刚才讲了 我为什么那么就是为什么那么成功呢 第一就是你怎么样保护投资人的安全 第二呢 有投资人有流动性 就是投资人把钱放我这里 他每个礼拜赚1% 他随时可以拉走 你知道吗 他随时取 每天可以取 他可以随时取 是吧 没有限制的 这是流动性 第三呢 就是回报率 就是说 我说你要投资我 你相信我 我有这个能力 我每个礼拜要给你1% 一年50% 这是没问题的 你知道吧 当时呢 因为当时呢 因为当时 当时刚上去碰到了金融海啸 对吧 因为大家都是恐惧 害怕 因为呢 我当时呢 也没有办法去把那个账户 就是也不想 因为把账户 公开给投资人看 因为你所有的交易啊 你的钱啊 交易记录啊 都给投资人看 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 你知道吗 和紧张就是一波动 他们就会想 因为这个人啊 这个交易呢 是一个心理过程 就是说 投资人呢 他每天也是有心理因素 对吧 因为 如果 回来排取这个外界的 就是投资人的干扰 所以呢 我说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就 就 对吧 就给你汇报 你就不用去管那么多了 那投资人呢 也是这样相信我 所以百分百相信我 对吧 后来呢 因为 就是09年的时候 对吧 就是有一个投资客户呢 他就 就是找了一个律师去 就是在中国啊 他自己不在这里 他找了一个律师去 去 问我要钱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律师没问我 他直接就走到证据会去了 他说 可能是 大这个骗局 对吧 是 这个诈骗 对吧 对吧 很明显的 大家都是要 有名有钱 他就搞你事儿 对啊 他就是说 你因为怎么了 大家都是要抢啊 对不对 对 成不成功的话 他用的区费是更大 他就穿着一些投资人搞事儿 你受香啊 他就是狼就来了 对对对 就像那个羊一样的 没办法 因为羊如果受香了 那个狼就来了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现在呢 人们越来越清楚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 这个 我的事情发生以后 又发生了 加拿大又发生一个 加汉营业 就是一个公司啊 他也说他是诈骗 那也600个亿的 这个在中国造林呢 搞这些 然后呢 后来又去到 这个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国宝银行 这个 这个 他那个人就是因为 他是华人嘛 大银行没有抓一个人 把那个小银行 或者华人的银行 就抓了一个人 他就 后来又拍了个电影 就要 太小了 要入监狱 太小了 要入监狱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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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我这个情况 也跟那个完全一样的 对吧 其实呢 每个人的利益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们当时呢 第一呢 我们就是对这个司法 不太了解 以为是司法公正 就是可以 可以在里面 法庭里面能说得清楚 是吧 第二呢 这个 我们华人 到了这个西方社会来 都害怕这个司法 这个 怕麻烦 律师费高 时间出的墙 是吧 不愿意介入这些事情 然后呢 一旦又风吹草动呢 就是金方失措 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很大的问题 你在这里 一不同法律 被人家 一点点 法律这个问题 就把 就 人家就把你吃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那个 我们当时呢 是我们是活活人 是吧 投资人活活人 我们是私募基金 是吧 私募基金是 全面是金对有钱 对吧 就是 懂市场的 对吧 有风险成长能力的 我们是一个团体 是吧 是一个集体 后来呢 你正前后一来以后 这个集体就散了 就是你讲的这个团队 大家都是害怕 卷入 后来你看看 我们的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一个这么大的集体 一个这么大的团队 对吧 就我一个人 对吧 最后一个人在作战 然后呢 也是我一个人被指控 对吧 你本来你说这个都是 是那个的话 其实呢 我在这个去世以后吧 09年这个 1月份 2月份 3月份的时候 我们写了很多公开信 就是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当时那个律师就说 你这个死无前例 但是一般人犯事情的时候 不会说话了 就是 成本的吧 他就要停摸的是金嘛 Silence 就是keep silence 就是说 就不用说话了 因为你说话 人家就会 就是断僵取义 就会让你 就是criminal yourself 就是self crimination 对吧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政府吧 这个事法呢 就是这样 第一呢 他的目的是要你更对 对吧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他们要的是 conviction rate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要你self 就是把你自己 对吧 走到这个 就是self discrimination 就是要你自己 投进他这个圈套里面去 对吧 因为为什么要有律师呢 就是说 就可以避免这个 我们原先不知道 另外呢 他那个语言 也不行 对吧 我们不懂 因为他是有一套 专门的语言 他们是 因为外国界听到的语言 跟他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就是公众啊 公众的语 听到的就是说 哦 这法庭 总是觉得法庭总是 法庭的独立 公正啊 司法的严整啊 大家都想到是这个事情 所以法官放个屁 都是香港 其实在加拿大 在西人社会里面 就是白人啊 就是那些外国人 觉得华人以外呢 他们对这个司法呢 了解很清楚的 他叫律师呢 都是最没有信任的一个团体 就是在西方社会里面 律师是骗子 法官呢就是大骗子 嗯 因为你要知道 没有几个人打官是打赢的 都是 耗钱 耗食 耗了精力 最后搞半天呢 都是他们的这个羔羊 都是他们的韭菜 就是像王尔街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在那个投资 大多数投资人就是韭菜 为什么说 就是 就是十 十个人投资 就是九个人输了 对吧 只有一个人是赚了 这个事情呢 就是很明显 这样一个道理 对吧 但是 现在人们就是不清楚 现在呢 现在呢 因为我们大陆人 越来越多了 了解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人们的觉悟也越来越高了 对吧 因为我在这十个年以后呢 对我的评价蛮高的 哈哈 昨天有一天文章叫 蒙特迪奇唐 唐寺 对吧 那个文章写的挺好的 我后来觉得还是有很多眼光 对吧 有能力的人 对吧 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 现在呢 我现在是 就是说 有一个上市公司 对吧 找到我 但是呢 我就给他们出点主意 对吧 就是第一呢 我现在是让他们 因为我 我现在是不直接 管理资金 不接 就是不touch 就是不接触钱 我只是 给 给上市公司出主意 也只是给 投资人出主意 就是让他们 就是相当于做梅一样的 来介绍人 就是他们 至于他们能不能够 结婚呢 介绍好做梅 对吧 能不能够 产生效果不是 有些事情 所以的话呢 他们呢 就是说 给我比较好的 这个回报 对吧 就像我是一个顾问 一样 现在呢 北美呢 很多这个 你知道中国概念股 或者是一些 就是 中国概念股 有些是飙了90% 或者99%了 对吧 因为他们不懂这个 国外的金融体制 对吧 他们只是上了市以后 就以为 谁想掉线饼 对吧 因为以前的时候上市 就赚钱了 对不对 都是几倍 这四亿率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就不是说 现在的投资人呢 他只注意 第一 第一 你这个上市公司有没有钱 对吧 第二 你这个上市公司的交易量 是不是大 第三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是不是有变化 有波动 然后第四 就是说 是不是波动是正面的 就是 方向性的没有 对吧 就像你知道搞虚拟货币 我其实参与的比较少 但是我一直是观察的 因为从这个比特币的 从一块钱 到了六万五 到了顶的时候 我都告诉大家卖掉 然后呢 因为我跟英国一个公司 他也是搞一个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一个老板 有两个公司的老板 他们也想让我去帮他当顾问了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嘛 所以不能走不动 对吧 不能到英国去 对吧 只能在加拿大这样搞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是 他这个比特币是涨了还是掉了 他就每次在关键时候 都是问我 对吧 我跟他的这个指示 都是比较 对吧 比较准确的 我现在呢 搞了一个群呢 就是专门搞那个ETF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市场指数 Google板块的指数 都是非常的流行的 因为怎么呢 他的交易量很大 他的方向很明确 你知道吧 是有市场经验的人就能够在里面去 赚了钱 你知道吧 所以呢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搞一个群的 就是我告诉他们 就是说 搞我以后呢 就是搞那个 就是直播 对吧 就是现在不是新直播嘛 网红嘛 对不对 啊 我们现在我们团队就是说 告诉你 你说是你我比特币现在是涨还是跌 那我就告诉你 现在是应该是涨还是跌 对吧 就是在关键时候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 今天的市场到顶了 可以买进 对吧 明天的市场到顶了 我说可以卖出 你为什么呢 卖出卖进呢 他有个有个东西就是恐慌指数吧 你知道吧 就是说 当投资人大家都恐慌的时候 交一辆大 变化幅度高 人们都是恐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贪婪 就要买进去 是吧 啊 然后呢 当人们都心 就是欢喜兴奋的时候 那就是叫做什么 狂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慢出去 对 市场就这么个概念 所以呢 我就把我们自己的 把我几十年的经验呢 就是告诉大家 对吧 但是呢 我又不拿人家的钱 因为有些人呢 他赚了钱的时候 你知道我上次 给一个温哥华的一个 一个投资人 他一个这个台湾的投资人 他就 在网上找到我 他说老唐你是很厉害的 我很佩服 他说我看看你的书 然后呢 你给我建议买什么东西 然后我来买 赚了钱我给你 哎 因为我们一被见面 不认识 对 然后呢 我说没问题啊 当时在18年的时候 大概是 18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 这个大麻要这个 活法化嘛 在加拿大就掀起了 一种大麻股票的风暴 你知道吗 啊 那年很多 有几只股票涨了 对 关键问题是有个上市公司 老板找到我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大麻股票的老板 找到你 他说我们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 现在是扣大建筑搞这个那个的 他说 你 他帮我 他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我融资厉害嘛 我 会融资嘛 有知名度嘛 所以每个人都找我 找我以后 我就了解了一下 了解了这个公司 然后呢 我就跟这个投资人去介绍 那个时候呢 三毛钱的股票 是吧 我说你买这个 哎 因为我说我好久不看股票了 因为我只做指数 外费啊 指数这些 宏观的一些经济的吧 不关具体的 但是这个公司呢 我别了解 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干什么 谁是谁是吧 然后呢 又是上市公司的 我就告诉他了 三毛钱的时候呢 后来呢 他就 后来就不到 没有几天时间 我就发现 他那个公司呢 也在融资 搞那个 搞兑换债券 有一个人呢 就投资了两百万 就是 用 就是用三 三毛钱的这个兑换价 给了这个公司呢 两百万的这个 什么 资金 就是可兑换债券 利率的是百分之八 然后呢 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啊 就是不知道三个月 这个股票就 成三毛钱 就涨到三块了 那很厉害 那个人 两百万 就变成 两千万的 对 你说他 他不会 会不会兑换呢 我这个朋友呢 他也投了 他就投了一万多块钱 赚了十多倍啊 差不多 赚了十倍 然后他一路卖了 他真的是 他每天跟我打钱 赚了钱 赚了钱 以后他给我 那我 他给了我差不多一万多块钱 他说 他就这样一个事情 后来呢 我们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 因为你知道我是 对吧 这些年都是受到这个 这个限制 对吧 因为 特别是 那华人呢 一听了老唐 就是个大骗子 害怕 其实呢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这个三十年的经验 对他是有用 我一点都骗不了 是吧 全世界任何人骗你呢 我是骗不了任何人 第一 我的资源度高 是吧 大家对我的情况都比较了解 是吧 第二 政府也在监督观察 您是 您是 加拿大的一个牺牲 被白人们 用白人们 用所谓的法律 正义 对 带上的一个帽 没办法 而钱让他们挣走 都让他们拿走 对呀 他们本来是有很多钱 他们的钱也去他们 你说那些律师啊 你知道吗 我们在市场上 有三种风险 第一个风险 就是瓦尔街风险 是吧 瓦尔街锅韭菜 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法庭吧 就是证券会 这个政府 他呢 名义上是正义的 就代表投资人的 但其实呢 是把投资人的钱骗走的 你像我们上次 我的投资人 你们呢 这几千万的钱 有没有还给投资人 最后钱去哪 都还了 我跟你讲啊 我在08年到09年的时候 几千万的钱 都是投资人取走的 不是在市场亏损的 也不是在法庭里面 就拉走的 没有 在法庭里面 拉走的钱很少 那就好 那就好 对呀 我就说这个法庭 就帮人 最后把钱给 最后是你老唐 个人受了准 对 我跟你讲啊 这个法庭呢 是这样的 就是很黑的 第一呢 他把你的资金冻结 是吧 冻结呢 他就是以投资人的名义 把钱拿走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不是就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吗 把俄罗斯的 冻结了 冻结吗 嗯 然后就把俄罗斯 那些寡头的资金冻结吗 诺书吗 嗯 就是一个道理的嘛 我们原来不知道 我后来想哟 还真的还幸亏啊 如果我在瓦尔街 就是在市场上 亏损了很多钱 然后一大把的钱 又被 又被这个法庭 这个律师去拿走了 那你说 我 我喊天天不应啊 是吧 其实呢 我是做这一点呢 我是做得非常诚重的 后来说 去世的时候 就说只有1400块钱了 我说你要去拿去吧 不要乱 1400块钱你要去拿走 后来呢 我用我自己的钱 我的房子的钱 我房子有20万块钱 我的房子就是做二 就是refinance 就是再次贷款 就是说换个银行 开始呢 我买的房子呢 是40多万块钱买的 后来涨到七八十万了 我就从原先 上loyal bank 到了tt bank 就拉了钱出来 当时大家都没有钱 把钱都取光了 我就拿了20万块钱 做给投资人看了 20万块钱 我另外加了15万块钱 那个新的投资人 我三天赚了9万 三天了 35万涨到44万 后来我坐牢的时候 他那个股票还在 外汇也涨到股票 都被律师拿走了 他说我是代表投资人 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投资人 你知道吧 投资人也不知道 投资人原来的 我们这个投资人 都是原来以为政府 在安大政府是司法 是政府管的 就不要取钱 就有律师了 他以为是免费的 谁知道这个律师 其实就是拿我们的钱的 这个有意思吗 这个投资人都上当了 投资人觉得 后来律师说 我们弄的钱 你帮我签字 弄的钱给你 投资人一分钱都没有 你看网尔街也好 有很多股票 要了一堂股图的时候 律师纷纷说 我们帮你去打官司 找上市公司 要钱 他们要的钱 都是给了自己的 你知道吧 99% 就是他给你一块钱 你不错了 他说你签字 我就 我帮你这个 你不要费用 你不要去律师费 我就把钱给你 赚了钱 他拿回来钱给你 以后呢 99%的钱都是律师费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加拿大 最明显的案子是北电的吧 北电的这个律师费 比十几个亿 都是拿着筹资人的钱 你以为这个钱 从天上掉下来了 是啊 所以加拿大的法律体系 也是很令人诟病 加拿大美国的富有 第一 第一 是瓦尔街 对吧 把人家的钱 全世界的钱 都适应到 对 他随时都可以 冻结你的资金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就是法庭 就是 你看加拿大的法律 加拿大的法治社会 什么叫法治社会 他每天都在立法的 对吧 这个法呢 其实每天都在变的 很多都不明白呀 他是根据需要 这个法律是变的 并且呢 什么是法呢 不像中国那种法 他有个 一个标准的 对吧 他这是没有标准的 法官就是法 你懂得 案例法 案例法 你叫案例 案例法呢 就是说 我随 十个案例里面 我随便选一个 对我有利的 就像你写文章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写文章的人 总是用自己的角度 和自己的观点 对吧 来给人家洗脑 对不对 这个律师呢 也是这么回事情 对吧 他就是说呢 就是拿一个 对自己 他们有利的 能够 把案子抽得越强 越好的 是吧 然后呢 把那个理由来说 这光面堂的 你这个案例 是吧 我后来发现 那里对我有利的 重大的案例 全部都没用 因为最有名的案例 是对白人用的 什么的 自由 县江啊 县法啊 加拿大县法啊 他都是对白人的 对我们这些 这个 有色人种啊 就是黄种人啊 黑种人呢 他用的是刑法的 啊 他是两种不同的法律 这个 县法呢 是保护人权 那这个人权呢 不是每一个人的 是白人的人权 不是我们的 但是呢 他天天要讲这个 他说 你看 这个 这有人权 有县法 这个人权与县法 是吧 大家都说 每天都在网上讨论 加拿这个 按照有县法的国家 是吧 有人权的国家 有自由的国家 有这样的那样的国家 最后搞半天 那刀子骗人的东西 加拿大这个 加拿大这个 司法呢 跟那个 瓦尔街是一样黑的 啊 瓦尔街不是为你赚钱的 他是为他自己赚钱的 是吧 啊 就像我们现在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无论是哪个金融司法也好 司法也好 这都是媒体也好 这就叫 都叫 无硝烟的 战争 对 对 对 这个 现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就是 那是 精强实弹 但是呢 在西方社会呢 就是 就是 强实 对吧 就是 达尔文的这个 这个视觉生成 就是说 把你搞死就搞死 对吧 后来我 我给你讲我这十多年呢 我是 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对吧 我呢 其实呢 还是蛮 觉得还是 对吧 我写了很多东西了 就是如果万一死了 懒多人就会看嘛 对不对 你把您的打官司经历 打官司经历 应该写出来啊 写本书 我已经写了很多了 出版了 就是写了 我基本上早上起来 我就写写啊 发发呀 就是看看投资人的 反券 以前在五一网上 有个叫播客的吧 还有一个多个网上 也有个五个播客的吧 那里面有大量的文章 当然我自己也成了很多文章 我现在呢 我成了很多 现在丢了很多文章 我呢 有时候写了以后呢 我也成了很多 但是呢 我这个呢 就是说 相当于这个 以前法老 这个法国有个 企业家老板 写了一本书 叫美国的陷阱 陷阱吧 是吧 这个任正非又摆在桌子上 看得清楚啊 对 后来又回到这个 孟晚舟这个事件 是吧 对 对 我这个司法 我呢跟你讲 这十多年我把那个法庭 这个所有的事情呢 都翻了个底桥天 后来他们法官都判我了 是吧 我就是指着他们 我说你们是名副辞实的骗子 是吧 你是叫贼喊作贼 是吧 你想想我们投资人的钱 你根本就没有经过投资人的批准 是吧 是 你们就法庭一个order 什么叫法庭order 法庭order就是法官就是 把钱给他们的那个律师行的 你知道吧 拿走了 因为我们当时那个 你这个律师行是呢 这个代表投资人的律师呢 是证券会 就是原先是证券会的法律部分 对吧 康斯了 后来呢 因为在证券会熟了以后呢 就是到了大的律师行去了 就是大的律师行去了 所以呢 譬如说哪一个 有什么诈骗呢 或者是证券会要指控哪个呢 这个律师行呢 就网上去接单子了 是吧 那就不要经过投资人 也不要经过我 不要经过我们这些被控的 或者是投资人公众 他法官呢 就直接给他任命 就是因为这个法官可能也就是他的朋友 就任命你作为投资人的代表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然后呢 一千块钱一小时你说 你说几千万块钱搞的几下呀 就没了 对 后来我要没钱吧 我就直接研究这个法律 我开始呢 开始呢 就没认真研究我 我在 钢区是仅九年到 到进区之前呢 我是知道的皮毛 我始终正在 始终相信法庭 始终相信律师的吧 始终相信有一天我会请到律师的吧 对 最后等到半天也没有律师 本来是第一 法律援助 第二呢就是说 就是 加拿大 职 Nasıl 检查就是 检控官呢 安川霓远 他要给我律师辩护分配 后来有一个 如果实在没办法呢 加拿大的 控方要给律师银色费 你说用控方的律师银色役打了管方 不管你拖了多久没问题,我肯定打赢 他不批,后来没批,没批了以后我就傻眼了 后来我一个人就上镜了,我一个人上法庭 我上法庭的时候反正给他们好玩的 我说我没有律师反正打输了不算 没有律师打输不算吗 对,我说我没有律师打输不算,打赢就是我家,对不对 试就试吧 因为我有钱的时候我回发案,现在都有证据了 法庭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证据 我只要一点点钱,我就可以把他们推翻了 这个就不算了 但是他还把我送到牢里去了 这牢里去了以后怎么办,你知道吗 我就全部看那个案列了,我就开始认真的 我就看看加拿大最著名的一些案子 一些案列,一些人物,一些律师,我研究律师,也研究法官 我研究这个被被告 那你这些书从哪找到的这些案例啊 那里面都有,这些牢里都有 牢里也有 牢里都是有个读书,每个牢里都有 但是呢你要,就是加拿大不是说人权吗 他就是说,要看什么书,要什么书 他是,是里面可以看的 对吧,你可以问的,你只要搞得清楚 你只要看到一个,一个案,一个著名的案列以后 那个律师不是在辩护吗 嗯 律师之间的辩护吗 那你就把他的辩护的这个材料 一下子引擎慢慢的研究,研究以后 那全搞清楚了 你懂没有,就是顺存摸瓜嘛 那我就研究了 然后呢,那牢里,我跟你讲啊 牢里很多人在研究法律啊 牢里很多犯人都在研究法律啊 嗯,研究的法律呢,那比律师好多了 你在这里吧,你请律师,律师从来不会跟你说点 说点道理,说点理由 他从来不会告诉你的 他只是告诉你,你这个案子 我你拿钱来,我给你研究 对吧,对吧,我是尽最大的努力 对吧,帮你这个,这个打赢 他没有说打赢,对吧 那90%,99%都打不赢了 那谁打得赢呢,因为他是个陷阱 你想想啊,你怎么打赢啊 海洋法,所谓的海洋法呢 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海盗的那个范围里面 他把你扣押了 如果你没有外力的话 在视频 没有外界的力量的话呢 如果没有外界的力量的话呢 那你就是死定了 你的所有的东西 就会不会,没有说 人呢,人才 都会被扣住 是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呢 海洋法就是这样的事情 但是一般的人都不懂的 是吧 就是也没有人帮忙 你没有律师,没有钱 没有武器 没有外界的力量 那就是说,99%都会输的 这个所谓的海洋法呢 就是这样来的 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加拿大 有司法 司法公正 一定会还你的公道 那你那个法庭啊,法官的人呢 律师啊,法官啊都笑 就是说,就像我们每个投资人说 我要赚钱,赚大钱 那你华尔街不笑 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当时很幼稚 我要上诉啊 我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啊 最高法院我现在 他说后来就是 你所有的案子 上诉的案子不是说你有理由 或者是你被冤枉了 上诉的理由 你能够推翻这个法官的判断 理由是 对法庭有用 就是你这个案子 对法庭的价值有多大 他才能跟你犯案 不是说你的案子 你有多冤枉 那是跟你犯案 没这种事情 不是以冤枉无法 而是适合原则的价值 我们是想的 对,就是你的案子 对他有利用价值 他就跟你犯案 如果是没有重大的 不是一般的价值 还是要巨大的价值 他就跟你犯案 那么不是说 对吧 就是说 价值有两个 第一 你这个案子呢 能引起整个社会的这个轰动 这是一个方面的价值 就是媒体的价值 对吧 这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怎么呢 法庭他也要宣权他呀 对吧 就像网红一样的 他要宣权 要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加拿大是一个法制社会 对吧 我们加拿大是要 要回人民 承犯那个不法分子 像这种 他就给你犯案 就是说 他不能说 我们法定错了 这种事 这种案子肯定是不好办的吧 对吧 你说我们法官全错了 那这个案子不好办的 对吧 你说这家有什么价值 但是负面影响 他绝对是要 即使呢 我跟你讲 我在最后的 我在最后啊 就是判决之前呢 有一个就是 法定值班律师吧 就是说法定自由 他说老唐你太聪明 他说看看是呢 你能够 你能够整汉这个司法界啊 他说 She can make it open 就是She can 就是司法界的 因为怎么呢 我一个人持守空权 就能把法庭打败 这个法庭就受得了啊 是吧 三十多天 结果怎么样啊 是还是 法庭都不一定是一个判决机构 你也没法打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有三五十天 我有四十九天的法庭制度 就是说我在法庭的真正的 这个一天大概有三十多天 所有的制度就在里面呢 然后呢 到最后我是差不多赢的时候 法官这里面就开始 在法官的那个 就是Jury charge的时候 就是告诉这个 白警团是怎么样去判对 嗯 他里面就搞了鬼了 因为法 法官 在这个时候 不能有任何的opinion 因为你只是告诉他们 instruction 不是说opinion 他来说opinion 你搞进去 法官一个动作 一个 一句话 那还有 谁不听呢 后面后 对 所以呢 这个动作的 我现在有 全 全套的证据面 对吧 就是他们是怎么样非法的 他们是怎么样迫害我的 我是有全 全是证据的 那你得有钱了才能再去 没办法 这句话就对了 这句话就对了 现在有钱 我们现在很快就有钱了 是吧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搞那个 上市公司嘛 反正就 对吧 我就 帮上市公司 我帮我太太打工吧 是吧 是吧 打官司 然后 再把那个名誉 我打官司以后 我就是Elon Musk 还是Elon Musk 是不是 如果我打赢了以后 这个价值那是 那是无限大的 因为你知道 最有价值的证据是什么呢 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 核心价值 第一呢是 对吧 政治肯定是第一了 第二就是金融 第三就是司法 而我在这里面呢都 有一些经验 所以呢 这个证据是 在北美 我说我刚才讲到 又讲回来 这个上市公司 就是中国概念股 在北美上市 都亏他一塌糊涂 因为你们呢 第一他们不懂 这个 就华尔街这个玩法 对吧 做空的人 全面在那里搞中国人 搞政治的人在搞 司法也在搞 华尔街也在搞 然后呢 他们没有任何的还支能力 跟我一样的吧 那我现在呢 就摸停到这个路 你懂没有 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 以后都要请我当顾问 那你说他给我 票就行了 你说我这个生意大得不得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的时候要操盘 我现在还要操盘吗 现在最有价值的就是 就是 动动嘴 是您的大脑 是您的大脑 和动动嘴 对 就是动动嘴 动动脑 然后看看结果 对 有意思吧 是 因为很多人呢 他误解我 总是觉得 哎呀这老张被 证捷会议搞 没戏了 对吧 这一直会打死了 这一棍子就打死了 对不对 我说我这个人是打不死的 你知道为什么打不死呢 嗯 第一 我有书 我有中英文这书 这个书呢 因为怎么呢 假比方说 我以前没有写过书 如果这一打 那谁都知道我是个坏蛋 对 如果你写了书以后 那人家觉得你这个人 从哪里来 做了什么 到哪里去 清清楚楚 对 对 我都把这个财富之路 对吧 我说一个人一本书一条路 哈哈哈 就这么简单 嗯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有这个书以后呢 人家就 然后呢 把所有的就是 我如果这十多年的经历 再写几本书 那就比原来那个书的 自民度爆发力就更强 嗯 你应该写上 写上这本书 然后 我写了 我写了 现在就是 前两年呢就是没钱 是吧 现在呢 揭露法庭的 法庭的黑暗 律师的黑暗 把这些书放到 上到区块链上去 对 不可修改 搞区块链也没有问题 不是 我说把书的内容放到区块链上 不可创改 不可 对对对对 勇士流传 对对对 对呀 现在就是要有一个团队 有一帮团队 对吧 就是 就是 我的书呢 基本上价值已经打了 嗯 但是呢 要有呢 就是作家 就是说 著名的这个 你知道我以前 请了一个 请了一个 外国著名的 世界最有名的 一个 写书的作家 我 我给他材料 什么都给他了 那叫host writer 就是他代表我去写 你给他钱 是吧 我们就签了合同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人呢 因为 年纸大了 然后呢 到我进了监狱以后 他就去世了 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压力 这个人呢 是非常不错的 他有能力 也有胆量 也很会写 他跟我写了很多东西 以前的时候呢 我的东西 那是一般的 华人里面呢 没几个人敢touch 就是没几个人敢摸 都是听法庭的 害怕法庭的 就他敢 你知道吧 他每次帮我改一改 他说老大 哇 你这个很厉害啊 那我帮你帮我改一改 圆滑一点啊 对不对 他每次根据我的内容 就是改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其实我跟你讲啊 这个社会呢 就是其实说说圈了 就是用钱说话 因为我以前搞过 我现在在搞啊 我现在呢 应该今年的话 可以赚很多钱 应该 嗯 如果你 你那个方面 有什么 你那个团队啊 你那个体体啊 我也可以帮你策划一下 因为现在呢 前两年嘛 每个人呢 我在 13年呢 就是09年以后吧 很多人都知道我融资 你知道吧 每个人都知道我融资厉害 我也是想融资啊 但是一般人 听到我的名字以后 就害怕的吧 其实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啊 融资呢 其实它有些条件 基本的条件就是 你要有钱 没钱 每个人 没钱的人都要融资 没有钱的人呢 他没成功 张老师啊 现在有问题啊 就是您之前法庭 给您的一些判决 您能不能在 动这个法币就是 就是加币啊 或美元的 金融上的投资 现在没有问题 现在是这样的 它有限制吗 或时间限制 它限制呢 是这样的 它是有限制 它限制 我不能在上市公司 任职 这个担任这个 就是高管 这是第一个限制 第二个限制呢 就是我不能这个 搞自知搞资金 对吧 但是你搞资金不是可以的 对吧 对对 就是我不能在资金里面当经理 我也是 就是 对吧 对对 就是如果是你 假如有个账号 有几千万块钱 我有几个亿的钱 我有几个亿的钱 我有多少钱 我是可以出 去目发策的 你告诉你买什么 卖什么 这个没问题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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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自己的钱 对 但所以根本就没有骗人的钱的意思 对 对 也没有骗钱的可能性 对 所以我现在来是对投资人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对吧 但是很多人看不清楚 以为 以您夫人的名义还是可以做的 他做什么都可以的 对啊 他是投法的 他上市公司可以当高管的嘛 对 做直销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 都不影响 我夫人现在是上市公司副总裁 现在是 对对对 是 他现在是上市公司副总裁 对对 对吧 我不副总裁 你是幕后总裁 现在这个人最重要的是头脑 对对对 我们岁数大了就要用头脑 对 岁数大了 两件事情 不是他的什么都不讲 第一是人才 第二是资金 你一干我我干好了 我一看就明白 第一我能看清楚你是个好人 第二我看清楚你是个有能力的人 第三我要看清楚你是个赚钱的人 他就不用管了 你如果和什么项目好 我说好啊 对啊 那我有什么好处对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要发生关系就是钱嘛 对对 你说我跟你做到什么东西 你要跟我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关系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就很简单吧 因为我 我其实在这个地方首先是人才 第二是资金 第三呢 就不断的把资金就 就是 就像那个繁殖 对吧 就是增长 对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那你说的像你现在搞这一块呢 如果我帮你当个参考啊 那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 现在很多人要我当参考了 我现在是做的是去中心化金融 就是没有中心的 这是每人的钱都在自己的钱包里 我也不碰任何人的钱 对对对 通过去中心化金融来赚钱 对对对 我觉得我我研究过 我上次在那个彼岸平台里面 研究过一些这个一些虚拟货币 专门搞那个叫这个就出国链金融 对吧 就像你讲的话叫去中心化金融嘛 嗯 就是centralized 对对 对 因为我也知道 他有些公司涨了很多 然后又掉了很多 掉很多 对对是的 有一个公司吧 从 从几 从几毛钱涨了几千 几千块 对对 然后又从几千块掉到几十块 这个在金融市场里太多了 对 但是叫金涛和浪 哈哈 金涛和浪 对 您是经历过这种 啊 您是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 南岸市 我什么情境 这样你们没经历过啊 尽头海浪 那是没问题的啊 对对 看看我们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怎么呢 通过这个 这个 去中心化的金融也好 水分量的金融也好 而且是这个 监管的金融也好 因为这个东西 结合起来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以前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以前的虚拟货币吧 对 那我投资一个虚拟比特币的资金 叫 GBTC 哦 那个是国内 这是江南大搞的 美国 美国搞的 对 美国搞的 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基金呢 专门是 就是 搞这个的 还有呢 就是你知道 在这个 在2000年的时候 2000年底的时候 那个 一个挖矿呢 对吧 就是虚拟货币挖矿的一个上市公司 嗯 但当时呢 最低的是五毛钱 一年之内 比特币不是实际涨吗 嗯 你知道它涨了多少钱呢 从五毛钱就涨到八十块 哦 两百 这个一百多倍啊 嗯 你知道这些 其实都是样感的嘛 因为虚拟货币在里面那个市场呢 也是巨大的波动 金头和浪啊 对 股市也是这样的 美国的股市一天可以 可以翻倍翻几倍的 几十倍的 就可以了 上市那个川普那个搞了一个 这个 就是说 他那个 他借口上市吧 他一上市借口上市 十块钱 一天就涨到一百七十 对 反向收购 对 对啊 反向收购 很重要 我现在呢 其实要搞这些事情 对 就告诉一个公司 你现在这个公司呢 不值什么钱了 搞个反向收购一个好的项目 打进去就不是钱了嘛 对对对 像你如果搞出购链 如果缺花钱缺钱的话 你就把那个东西放到 放到这个上市公司里面去 对吧 这样融资就多了 你就快 对吧 因为怎么呢 上市公司是有政府监管的 对吧 第二呢 市场波动看得见没得着的 对吧 嗯 我现在出个主意就是搞那个叫 康佛罗棒 就是说 可兑换债券 对吧 嗯 这个对投资人呢 就是保本 因为投资股票 现在股票是标的一塌五湖吗 投资股票 那肯定会掉到血本五湖 掉到血本五湖 对对 我们用可兑换债券 就是说你不亏钱 对吧 还给你利息 对吧 对 你不亏钱还给你利息 10%的利息 如果这个股票 我们搞的这个股票涨了 你就可以把债券对成股票 对吧 你这个股票涨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 你这个上市公司有钱 那我们用资不是有钱了吗 哈哈 是 第二就是股票 有交易量 对吧 第三呢 就是股票价格能够波动 往上波动 啊 往下波动谁都走了 是吧 你要能够有一种力量 推动这个股票涨 是吧 唐总这个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我觉得未来我们的合作 是是有可能的 但是 你只要有钱的事情 就灯活就活出了 哈哈 但是首先第一点呢 我现在对传统金融这块呢 就是没有太太接触了 就是我虽然每天在研究股票啊 这些但我不投资 我不投资 因为一方面也觉得可能下半年是个机会吧 但是我在等 嗯 第二个呢 我目前的重点啊 是在做区块链 这样我跟国内的一个团体呢 在做一个社区 嗯 然后由社区呢 在今年10月份 我们要自己 推出一个NFT的创交平台 NFT啊 做NFT的那个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搞这个NFT平台 对 做这个创交平台 那么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推广了就是这个创交平台的平台代币 正在免费挖矿 这个你只要投资进来以后 是免费免费空投给你这个平台代币 嗯 而这个所谓的免费 就是不花不用花钱的 是免费 但是唯一的就是说你要花点钱去买一个 就是在去中硬化的交易所形成一个LP token 然后进行质押 那么这个这个本金部分呢 理论上应该不会有任何损失 因为这是所有人都在加持 加持之后 使得这个池子变得很厚 而你的本金在里面就相对就很安全 所以呢 其实基本上就属于无风险套利 就是没有风险去拿到了下一个平台的平台代币 嗯 因为我们我在去年的就在今年的1月2月1号 去投资了投资了一点钱啊 十几万美金 嗯对吧 十几万USDT 那么去去去挖这个矿 结果挖出了超过将近4万枚的币子 而4万枚币子是没有价值的 是零 价格是零 嗯 但是他一上线以后 最高就被市场认为是下支5美金 那你挖出的4万枚币子就价值20万美金啊 这是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可以赚了20万美金 那对我来说投资也算是有一点点收益 也还是不错的 嗯 那对我来说呢 我可能就把这个钱我不会变现 我会转到下一个平台接着挖下一个平台的紫币 那下一个平台紫币可能我预计能挖出200万到300万美金 那么10月份上线 我不知道价格 因为现在是零价值是零 但是一旦上线变成了一块那就是两三百万美金 如果变成五毛呢也是反正只要有价格 有价格就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是在做推广 在国内做推广 在加拿大呢也在参与在推广 也在做这些事情 对 所以呢这是我目前在做的 如果你愿意去挖这个矿呢 你可以投少量的钱 去挖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推荐别人进来呢 他有一个两层的收益 就算力奖励 就是别人去买进来以后呢 你直接推荐他有10%的算力奖励 就是他有10万个币子 您就有1万个币子奖励 他是这么一个玩法 我们是在做这件事情 就目前我当下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上 我呢现在就是 我呢基本上就是说 我刚才跟你讲了 我们主要是 其实中的我的经历是在人才 跟这个资金这两个方面 是吧 是的 人才呢就是发现谁是个人才 第二呢就是怎么融资 这个融资这个 就是怎么样些这个比较 对投资人有利的一个方案 是的 是的 现在你说虚拟货币吧 我有一个朋友 每天就要我点 叫PEI品牌 你的PN知道吗 我知道 派 派 派对对 派也是每天 每天挖矿啊 每天就点 听说那个好像是 比如说在封 封匪全球的 你还不知道 大家都在点 但是都没有上市 也没有交易 对对 在现在没有上市 对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你知道我 现在的注意力呢 就是这样 第一把我自己 这个事情搞清楚 就是一个是在金融方面的经验 第二个方面 就是司法方面的经验 就是能够把我的经验 就是让投资人也好 让社会也好 让政府也好 让他们有借鉴作用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死而无憾 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能够最大限度的 就是说 就是发现 活着伙伴 比较那个 因为 现在最好的就是 活着伙伴相当于 这个 这个北美的 华人 在北美上市的 中概股 这种 这个企业家 我给他们写了一些信 就是说 我是谁 我能为你做什么 对吧 能够让你的股票 这个吃死回心 这个能够让你的股票 发挥重大的价值 那你那个 因为这虚拟货币这边呢 就是说如果 你那个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新的货币啊 就是没有 上线的话 就是没有价值 没有交易的话 我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但是呢 如果是在比岸平台里面 就已经是像比岸平台有很多 金融货币 他也在交易 他或者说那些上市公司 他不怎么样了 那些上市 那些上市的币 他这个市值管理 就是说 他怎么能够 在二次市场上 对吧 能够 健康发展 这就是我的作用了 是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呢 就是说呢 我现在就是说 因为这个现在呢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说 要做一个叫 这个典范啊 做一个劣质来 成功的案例 然后呢 人家就会弄找我了 刚才讲了 还有呢 就是我现在就是 因为钱 我是直接跟钱打交道的 就是说 这些 现在我不是他之前 但是呢 我是 直接是跟钱打交道的 就是说 你在这个投资人的钱 才投资人自己的账上 对吧 就是 当然我们不要小的了 几百万的 不就是上千万的 就是告诉他买什么卖的 就是说 搞一个直播 今天把这个卖来的 人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他赚了钱的时候呢 他就会给我一部分的分成嘛 对吧 有个20%的提成嘛 不然我就不告诉他嘛 不简单了 对 那个 老唐那个这样的 这个我们我在十一点一刻 我要出门了 没问题 我们也差不多了 对 这个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现在呢 重点呢 基本上全都火力全开 全在区块链上 对 我在做了呢 我做的事情呢 第一就是 以直销的 以直销或者直销的模式 直销的模式 我是介入很多的区块链项目 对对对对 那么对我个人来说 我 我赚到钱 那么我会有 有我的独立的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 肯定不会 跟政府去注册 等等 对对对对 因为它区块链全是以 跟跟你讲啊 就是只要投资人相信你 就行了 对 我是正在做的是 这件事 中国人呢 他是相信你是一个人 能赚钱的人 对吧 把钱放里面放心 对 因为跟着我的 跟着我的团队的人呢 大家都在挣钱 挣了钱以后呢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信任 那么下一个项目 他会接着跟着我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 先谈到这里嘛 现在以后 有的是胡说的聚会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像跨界的话 胡说的话 就像那个杂交一样的 就有优势的 对对对对 有复补的 不过 不过唐总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我认为 您您的经验 肯定是在传统的金融上 可能毫无疑问的 而且关键您的经验 确实在司法上 又有这种切身的经验 这些东西实际上 真的能转化成财富 对那我我原来 在跟您交流之前 我还在想 您看能 您在那个区块链里面 在进行这个探索一下 但是我就 本来想搞个叫华 华成巴菲特币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如果再走这个领域呢 您就又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重新去 去学习这个区块链 不不不不 你学就行了 你们学就行了 现在有些人来找我 上次有个工链啊 他找到我 他说 老他你就搞个华币 我们给你搞技术支持 一切都是费用 您 其实您完全可以考虑 你知道吗 像那个谁 美国的那个谁 那叫什么呢 伊朗马斯克 不是伊朗马斯克 咱们中国的一个反政府的 所谓号参 回到美国华尔街 天天讲 叫什么呢 哎呀 我的脑子现在 天天做直播 哇 讲故事 那个谁 他也发了个币啊 哦对 哦哦郭文贵 对 郭文贵他也发了个币啊 他没有直接发 但是背后他在发币子 因为也是上涨了上百倍啊 对对对 我觉得您不是不能考虑这个 因为这一块的 对于您来说 您是可以 规避了所谓的法律风险 为什么对对对 不管怎么入我们这个人 还是生活在这个法律里面 你不管讨厌他怎么呢 他管着你很讨厌 对对对 但是在区块链里面 在区块链里没人管你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以做 我们也想过这个 因为郭文贵 人家毕竟有钱 这个不一样 所以未来我们在瑞块再探讨一下 那今天我很高兴能跟您去交流 跟您学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将来在这个区块链领域里面 我觉得还有十几年的混乱期 还有五到十几年的混乱期 我们可以再种钱 一旦美国法律或加拿大法律都出来了 这个就不好玩了 就不好玩了 对对对 那个法律其实贵 对现在就是世界大乱 就是大发财的机会 是是对 叫机会危机 没错没错危机危机 对好啊 那节目 我们先聊到这里 那先聊到这 很高兴 好的好的 拜拜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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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